换电就等于电池终身自保 各位们大家好 我是董买买 3月14日 蔚来在北京开发布会 调整了BUS的定价 全新的BUS电池租赁产品 价格变低了 买断租金也可以抵扣了 还有-3免1的优惠了 一届地区的选装率 值得到了80%以上 部分2023款的蔚来ET5T 本来BUS的价格就22.8万了 叠加一些展车优惠 做到了20万 确实价格很惊人啊 然而那个发布会之前 其实蔚来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聊长寿命电池 因为调整价格过于劲爆了 我发现这几天过去了 没有什么人认真地 去聊一聊电池这件事 我反而觉得 这是BUS能降价的基石 也是未来聊换电 甚至未来换电联盟 有多家车企 陆续加入的本质原因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 一块长效电池 先从质保说起吧 先给大家来简单地 看两家常见的车企 特斯拉 特斯拉在它的官网上 明确写了电池质保的标准 基本原则是 越贵的车质保时间长一些 便宜的标须是零三铁里 对应的质保时间就短一点 据起来看有三种 贵的S跟X是8年24万公里 便宜的3Y分别是8年19.2万公里 或者8年16万公里 采用的时间和里程 先到为准的质保期限 质保期内电池保有 最低70%的电池容量 如果需要修理 特斯拉自行决定用新的 包括再制造的电池进行更换 维修后的里程 不保证回到最新状态 但至少保证与故障前的容量相持平 第二家是比亚迪 比亚迪的质保比较复杂一点 非营运车辆的三电质保是终身保修 终身保修有一个免责条款 里面一共有8条 就在比亚迪定时保养 不能营运 每12个月的里程 不能超过3万公里等 动力电池的质保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电芯和电芯外的一些元器件 而符合终身质保条件的只有电芯 电芯外的元器件 是按照8年或者15万公里的政策进行质保的 在保修属策中 你可以看到明确的电池衰减更换标准 两年5万公里15% 六年15万公里25% 八年15万公里30% 为啥大家的质保都在8年70%呢 主要还是法规的兜底关系 2016年乘用车动力电池 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质保开始实施 这是国家标准 所有企业都必须达到或者超过 然而动力电池虽然有标准的测试方法 实际执行测试的是 多是给你维修的厂商售后部门 消费者不太能理解测试方法 加上部分车企对于电池衰减的技术性处理 导致虽然容量达标了 但是进行某一次长途 明明表显还剩30-50公里 结果突然趴窝的情况出现 那么什么是最影响电池寿命的呢 先来说一说循环寿命吧 循环寿命呢 说的就是在一定的充放电制度下 电池容量降至某一规定比例之前 电池所能承受的循环次数 随着充放电的次数增加 会使得电池不能释放已存储的电量 电池的寿命呢 就是不见终止了 电池的循环寿命呢 受到放电倍率温度 以及充电截止电压等 众多因素的影响 基本原理呢 是充电的时候温差越大 充电的功率越大 电池的衰减就越严重 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寿命表达 叫日历寿命 电池呢 用或者不用 其实都在那衰减的 这么说没问题吧 世间万物都有保质期 只不过电动车作为一种新事物 日历寿命没有被重视而已 但是就现代汽车来说 一台汽车的车架 行驶个50万公里 100万公里 应该不会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吧 车还能开 但是电池不行了 怎么办呢 换电池呗 换电池呢 就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车太老 电池已经停产找不到了 你只能含了一报费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车电池还有 只不过换一下呢 要十几万 你去问一下卖二手车的 当年三十万买的车 现在二手参车呢 就三万 换一次电池呢 都远不止这个价格了 所以你们还会去 给这台车换电池吗 还有人说 我车不开这么多年 一年一换 那的确啊 如果你一年换一台车 确实不需要 关注电池的事情 但是有多少人 可以一年换一台车呢 现在你看看 路上跑的那些汽油车嘛 国武标准是 2017年7月1号实施的 至今国武的车 全国基本都不限制 迁入迁出吧 车的可用预期 一定会超过电池的质保预期的 虽然没有被广大消费者所重视 但是不代表事情不存在啊 随着2016年 强制电池标准的实施 8年后 也就是今明两年 动力电池开始要进入 集中处理的时间了 这个事情呢 其实挺麻烦的 用户手头的残值呢 是有损失的 电池的处理呢 是需要第三方的 而且新能源车 不同于燃油车 燃油车自然 甚至都上不了新闻啊 新能源车一点点事情 一定都会被放大来看 全国皆知 随着电池的热力寿命 逐渐到期 不一定说电车一定会自然 但是到了 需要你关注电池的时刻了 作为一家车企呢 能力其实是有限的 蔚然呢 也只能管好自己 这个呢 就是这个蔚然发布会的背景 蔚然让曾世哲大神 来聊电池安全啊 这个是蔚然的顶尖大神啊 去搜一搜电池的专利 大的作者都有他 那蔚然做了什么 让电池寿命提升呢 首先蔚然自己是搞电池的 不管是2018年 就开始封装自己的电池包 还是2020年就搞出了 三元铁铁电池 或者是2025年的EC9 使用的是46105电池 蔚来是有电池研发能力的 还有呢 整车厂中 规模最大的电池实验室 经常有人说 蔚来亏损那么多 都花研发上了 那研发花钱最多的是谁呢 电池呢 一定算一个 运营层面上呢 因为换件证的存在 蔚来会用一套复杂的监控系统 去监测某一块电池的状态 用合理的温度 合适的功率去充电 去调整电池放电的DOD区间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评估模型 实时调控的模型 这就是为什么 为啥你应该去换电 因为换电站 对于电池的体检更为详细 对于电池的保养更为复杂 就简单的说吧 你看到小哥在给换电站的电池清灰 这就是最基本的外观保养了 当真的有电池存在风险的时候 虽然这个概率很低很低 换电站可以随时把这块电池 退出运营 进行保养维护 像电池充电 造成温差的不可拟损伤 换电站10分钟 就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到15-30摄氏度 这个能力在车上也能做 但是受限于车的功率限制 换电站充电 就是比在车上充电要更好的呀 很多电池出现的自燃 并不都是瞬间燃烧 可能只是某个插头松动了 偶尔失效过几次 没有达到车的故障预值 没法喊你回门店修理 拆装电池需要工时维修费用高 CTBCTC的大量使用 中间是有各种胶去粘住电池的 导致电池包其实没法维修 来来就只能放着 其党这个事情不会进一步恶化 有点像航空事故定律 每一起严重的航空事故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 和300起未随先兆 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换电就让这种小隐患 被及时发现 并且更容易被处理 所以未来这次的目标 就是给行业定标准了 15年里程无忧 终止寿命 健康度大于等于85% 比现在的8年30%要进了一大步 那如何做呢 除了换电站这样的运营思路 反过来电池的研发 也要有对应的能力 郑士哲给我们上了一趟化学课 正极材料低金属融出 负极材料借孔结构和包袱层优化 电解液字液HPSE 长期高压 对正极材料是有影响的 又通过电化学创新 加多元素分子 调整电池结构的稳定性 显著提升循环寿命 这一块其实并不是我擅长的 但是我理解 电池的创新就两个 一个是结构创新 一个是电化学创新 这两种框架 框架里面蔚来做各种应用 然后在使用上 再通过换电站的运营 最终让整个流通池 每一块电池 长期来看 都比在用户自己的车上 不能换电更有价值 这就是蔚来的目标 也是唯一一家提出来 超出国标数据的目标 我相信蔚来经过计算 这么做电池的说明谈销更合理了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BUS的价格 蔚来BUS的降价 本身也是对电池质量有信心的表现 所以作为消费者 真的应该去考虑考虑能换电的车了 好处多多 三分钟不能 无视电池容量 哪怕150度 也是三分钟搞定 什么超重都比不上 什么5C 什么1秒1公里 你问他们电池温度低了怎么办 有人分流的话怎么办 整天把最快速度写在广告页面上 下面加一个不起眼的信号 写着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换电还能让消费者省钱 买车的时候小电池 长度换大电池 消费者购车成本低 对于低修资源也节约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每天跑长途的 你买那么大电池干嘛呢 换电让用户享受到电池升级的便利 75度到100度只要三分钟 到150度也只要三分钟 换电也让电池变得更加安全 经过换电站换电的电池 更可靠的检查 更温和的充电曲线 更好的充电温度 有细小的故障 换电站能提前替你去挡住 换电也能提升电车的二手保值率 电车的保值率差 尤其是长车龄的保值率更差 这是一个共识 为啥不能改变呢 看看未来的二手车吧 你们都说未来的二手车车价不好 但是长龄的二手车 比如2018年的ES8创始版 好像二手价格已经显著超过 童年别的电车了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可以换电呢 换电对于行业也是有帮助的 都说电池需要回收利用 CTPCTC动不动就把电池焊死 用一堆胶水粘起来 未来这边三分钟就能拆下来 请问哪种电池回收更容易 你就说嘛 唯一的问题是呢 换电需要长时间的基建 换电需要消费者的认知 需要换电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今天呢 已经是2024年了 这么多车企都加入换电联盟了 已经过了我们这些 需要探索者的早期了 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应用器了 电动车你其实可以买挺多台的 但是买一台能换电的保底 应该是共识了 而且每一年 五一十一充电车主 但凡看未来换电一次 他们就知道下一台车该买谁了 好了视频你都看到这里的 扫码试驾未来吧 而且最好用Buds的方式来购买 电池都不属于你 你管什么衰减呢 都交给未来就好了 好了 这个是本期董伴们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董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